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R929是中俄合作开发的大型客机 它于2017年推出 预计2030年左右投产 最大起重量约230吨 航程12000公里 载客280人 目标接近波音7879 后者配备了一台推力为34吨的JAX发动机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飞到目的地 市场对飞机的需求正在增长 然而与此相反 中国的飞机制造技术仍然不好 客机主要从西方国家进口 这不仅昂贵而且效率低下 我们必须等待 特别是近年来波音飞机相继发生事故 许多国家已经停止飞行 这增强了我们发展自己飞机的决心 现在我们有了一台AEF-3500发动机 如果配备到CR929上 看上去真的像一只猛虎 所以CR929的推力略大于波音7879 这更有利于中国西部高海拔地区的起飞和着陆 另一方面我们拥有自主研发的航空发动机 不仅打破了西方的技术缝锁 实现了自己自足 而且还出口到国外 实现了经济效益 一举两得 据说即使是最强大的航运国美国 也会对中国航空公司的快速发展感到惊讶 毕竟与美国悠久的历史相比 中国的航运业起步太晚 在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 取得了如此有益的成绩 当人们坐在装有国产发动机的 半国产CR929客机上 我相信大家会与中国的崛起而自豪 未来全国产的航运客机的时机 肯定也会到来 你觉得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